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日本至今都没有向我国道歉 为何日本不道歉呢 比如一位曾经参与那场战争的日本老兵 就对着媒体公然表示 如果以后国家再发动战争 他还是选择成为一名士兵 可见他不认为战争是错误的 还有一位91岁的日本老兵说了两个理由 这就是他们不承认自己仇恶行径的真相 首先第一点 日本老兵表示 日本的天皇制度代代传承到了现在 身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 天皇应当对这个国家的行为负责 而且美国在接管了战败的日本以后 也只是打压了日本本国的经济和当时猖獗的军国主义势力 天皇的权威并没有被剥夺 战争过后 天皇没有承担一点责任 也没有认错 为什么人民要认错 军队要认错 如果日本国认错了 那岂不是说明天皇的决定是错误的 自小接受的中军爱国思想并不允许他们做出这样的事情 第二点 参与了侵略中国战争的士兵们 日本政府都给予了十分优渥的待遇 在全面撤回国内以后 日本政府除了推卸战争产生的责任 拒不承认侵略的历史之外 还大肆支出资金给那些曾经参与战士的士兵 每月将近20万的补贴 折算成人民币就是1万多元 并且每年还都会给上存于人事的清华士兵 每人35万日元的后生年金 这样的重金奖赏之下 想要上日本士兵说本国是错误的 给中国道歉 自然是不太可能 好了 本期的历史两年半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视频 请记得转发关注哟